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四百四十五集 附会 进入书房 关上门 许新年神色古怪的盯着大哥看 脸色怪异 但并不焦虑 不是急事啊 许行警做出判断 自顾自的在圆桌旁坐下 倒了杯水 缓解未经吃多后的干渴 语气随意的笑道 二郎 男人不能吞吞吐吐 有话直说 许二郎走到书桌边 拿起一份情茧啪哒轻响钟 准确的落在许秦安的面前 许秦安展开情茧 一眼扫过 知道许二郎为何表情古怪 这份情茧的内容 是邀请许二郎参加文会 上面有句话很有意思 邪魅同网 邀请人是当朝首府王真文 你是春委会员 邀请你参加文会 合情合理 许秦安分析道 许新年只有两个妹妹 文会这种场合 自然不是请幼童 堂堂王家 这点规矩会不懂吗 至于女子参加文会 大奉虽然依旧是三从四得那一套 不过由于修行体系的存在 女子中亦有翘楚 因此 女子地位虽在男人之下 但也不会那么低 不用裹小脚 不用出门戴面纱 想出去玩便出去玩 比如沈神和灵月 隔三差五会带着护从 出门逛逛首饰铺 文会上有女眷参加并不稀奇 愚蠢 许新年冷笑道 官场如战场 或许有很多昏溃的蠢货窃居高位 但庙堂诸公不在此里 王首府更是诸公中的翘楚 他的一举一动 一句话一个表情 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去拒绝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大哥是魏冤的人 王真文和魏冤是朝堂上的两头猛虎 水火不收 他请我去府上参加文会 必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雪二郎一边在屋中夺步 一边思考 我许新年堂堂会员 前途无量 王首府忌惮我 想在我成长起来之前将我扼杀 不对 即使我今往提名 荣灯一讲 王首府想要对付我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与他的地位差距悬殊 他要对付我 根本不需要一抹诡计 那么 他邀请我真的只是一场普通的文会而已 这样的话 就把对手想得太简单 把王真文想得太简单 苦恼的雪二郎看向雪大郎 大哥 你说句话呀 嗯 我觉得你的思想在渐渐敌化 许清安皱着眉 这样 你去问问其他重共使的同窗 看他们有没有收到请柬 如果有 那么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文会 如果没有 独独请你一位白鹿书院的学子 那其中必有蹊跷 这个我自然想到了 可惜没时间了 徐二郎有些着急指着请柬 大哥你看时间 文会在明日上午 我根本没时间去求证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呀 王首府只是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我若是不去 他便将我自食善高 目中无人的做派传出去 误我名声 我若是去了 完会上必定有什么阴谋诡计等着我 徐二郎倒抽了一口凉气 枪还是老的了 背他这么一说 许秦安爷警惕起来 心说 我老许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位读书种子 那王真文竟这般不当人子 随后他察觉到不对 皱着眉 你刚才也说了 王首府要对付你 根本不需要阴谋诡计 纵使你中了进士 你也只是刚出新手村罢了 而人家差不多是满级的号啊 许秦年茫然 何为新手村 何为满级的号 你若是不去 你骄傲自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若是去了 可能有一谋诡计 二郎 自己定夺吧 徐秦安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一道 大哥几时与灵音一般笨了 许二郎不遇 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没明白我意思 我是想让大哥与我同去 不 你不能与我同去 你是我的兄弟 但在官场 你我不是一路人 二郎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徐秦安脸色变得严肃 你有自己的路 有自己的方向 不要与我有任何干系 徐二郎是聪明人 默然片刻恩了一声 大哥其实是在告诫他 不要与魏冤有任何牵扯 有朝一日 就算魏冤倒台了 大哥受牵连是在所难免 但是魏冤倒台和他徐秦年没有关系 他的身份只是徐秦安的兄弟 而不是魏冤的下属 这个想法 徐秦年是认同的 历史上那些忠明鼎时的豪法中 家族子弟也不是一条心 分属不同势力 这样的好处是 哪怕折了一亿 家族也只是伤筋动骨 不会覆灭 次日 徐秦安骑上心爱的小木马 在清明的天色中 哒哒哒的赶往打更人衙门 点卯之后 宋廷风几个相熟的同僚过来找他 大家坐在一起 喝茶 嗑花生米 吹了一会儿牛皮 大家开始怂恿许秦安 请客教方司 哎 滚滚滚 许秦安催了他们一通 成天就知道去教方司 教方司 教方司 不都看过我斗法吗 那菩提树下老僧怎么说的 每色是刮骨刀 刮骨刀 要不得 一天天就知道嫖 对得起你们自己身上的差符吗 你们嫖也就算了 嫖拉上我 呸 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一点都不怕 骂道 咱们衙门里有谁比你嫖的更多 许秦安阵阵有词 我又不给钱 怎么能使嫖呢 大家赎归赎 你们这样乱讲 我一定去卫宫那里告你们污蔑 呸 众人催他 不过大家对许秦安还是很佩服的 这货不是说花魁不给钱 而是花魁想花钱说他 明天啊 听老宋说 你还是铜锣的时候 刚加入打更人时 已经和福香固定好上了 除了一首诗之外 还有其他的绝学吗 一位铜锣虚心求教 在场的几个铜锣银锣眼睛 刷的亮起来 谁不想成为教方司花魁们的宠儿呢 嗯 这确实是有诀窍的 许秦安 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什么景象 众大更人呼吸急促 这时门口传来威严的声音 当值期间聚众闲聊 你们眼里还有纪律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